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觉得我另外一面是很邪恶的 自己 我小时候比较叛逆 年轻的时候 然后慢慢长大了 懂得收这个叛逆 作为演员 就是你如何巧妙地把那一似的邪恶 投放在一个角色里面 然后把它得到了一个解放 说实话我没有抱着一个最新的心态 当然我知道这个事在所小 之前的视频是七年前 说我刚到那地 然后给到我一个愿望很大 就是如果你敢想的话 你想跟谁合作 我就说坤哥跟勋姐 当时候觉得他们很值得我去学习 我觉得他们有 两个都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品质 做演员的品质 这是我很想得到的东西 但是我找不到出口 应该是怎么可以编成他们 这样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他们是很稀有的演员 就觉得他们是很稀有的演员 说实话在拍的过程 当中也没有想过七年前的事 应该是我的粉丝去霸出以前的视频 我才想起 我七年前说过这样的话 这才是最神奇的东西 然后拍完这个戏之后 也没有让我失望 七年前的判断是对的 就是他们是真好 无论是演员做人也好 做前辈也好 对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也是这么神奇 因为我接《世神令》的时候 说实话第一个考虑的点 是因为我能演一个 我没有演过的角色 就是那种因爱变成恨 然后因为恨可以自逆于死地的一种 最冷漠的一种 极限的我觉得是极限的 就是你越爱一个东西 你就越想摧毁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慈目》是带有这样的性格 这种大反派是 自己很想去演 一直很想去尝试 但是没有试过 没有机会去演过 我觉得我另外一面是很邪恶的 自己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邪恶的一面 就是哪怕你有一瞬间 思想出轨 所谓的出轨 不一定是情感上面的出轨 是道德上面的出轨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次吧 每个人 我小时候比较叛逆 年轻的时候 然后慢慢长大了懂得收这个叛逆 但是那股叛逆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 我觉得我有一些邪恶的部分 很需要释放出来 那我也不能在现实生活上释放出来 然后我只能通过一个梦幻的工厂 某一个能量把它释放出来 也是挺好的 作为演员就是你如何巧妙的 把那一似的邪恶 投放在一个角色里面 然后把它得到了一个解放 所以借这个角色也是我喜欢的一点 是可以让我去释放一下这样的邪恶的能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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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切都经历过了 我就会把时间放在充实自己上面 对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 你跟我说不好 我还是要听的 但到现在的我会觉得 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 这个事情真实的好跟坏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为什么那样做 对 所以我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对 现在的我是有能力去判断对于错的人 互相支持的关系 互相成长 也应该成长到一个地步了吧 这么多年 所以其实我也希望 他们通过我 去让大家去进步 就是有时候作为他们的偶像 我希望我去各种的体验我自己的生活 去体验不同的领域 而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也让他们看到 就是这样走 原来会碰钉 或是这样走 其实原来都可以的 可以更好的 就是立下一个榜样给他们吧 我觉得看书很好的地方 是让你回归到一个 自己跟自己真的没有打扰的 没有干预的一个世界 上面自己跟自己沟通 然后拿到一些领 怎么说 领悟在书里面 给到一些信息里去反省自己 就是你也可以看电子书 在手机上面看iPad 但是我这个是不喜欢的 因为手机就一直拿着 就难了一天了 你工作上娱乐上 沟通上也是用手机 一本书你拿在手上 然后每一页 你去放的这个过程 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你要动作 去感受那本书 然后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就是回归到我们 人其实应该有的 一些生活上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有一些书呢 我会重复去看 我最近这段时间 反而我会看投资的书 如何分别自己个人的资产 的一个学问的书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 比较大众一点的 《穷八八富八八》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里面的领悟 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去思考 因为里面说的东西 你在每一个时代看 你总会拿到不一样的东西走 今天是谁啊 你有准备年货吗 好像没有 我要回去准备一下 我都忘了这个事 因为在尤其是我现在住在北京很不一样 之前在香港的话 真的要办年货 但当然这个是妈妈版 不是我版 因为有很多好朋友啊 家人会到我们家 或者说我们到别人的家 但是在现在在北京啊 就感觉好像没有人过来我家拜年 感觉就有点奇怪 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办年货 什么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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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